《玩具TV》第30季第7集 首先多謝忠哥充滿感情的表達及分享 完全感覺到他對於家人窮的愛 亦非常多謝廣大觀眾重貨了我們 我們好像未試過這麼重貨 多謝Ali 多謝Don 下次到我們出場 亦多謝現場各位觀眾 幫小弟收拾東西 所以我們回來玩一些輕鬆的東西 蒙面超人 如果大家有追對上一套的蒙面超人 這個皮套都用得難 確實用得難 改色改幾次 三次 紅色三個版本 這個版本起碼兩個版本 Final Form 起碼兩個版本 剛剛有套VCINEMA系列 我沒有記錯的話 不要叫Final Form Command Lighter Color版本 記得一個我沒有特別掃 其實我想說可能我掃漏了 不過我又這樣說 其實他本身的設計很漂亮 我不是很介意他改色的 其實他改色我都會認識的 我會中的 因為他Gaze這套Gaze很漂亮 然後連他本身的Final Form的九尾湖很漂亮 他改三次的顏色 他出三隻我都會買 黑 金 白 我都會買 全部都會買 因為真的很漂亮 其實這套也很漂亮 九尾湖到現在 都沒有說產品化那麼賤價 但其實坊間很多人出了改件 很多人已經出了改件 改件很漂亮 所以其實有改件 差不多Bandai搞定了 所以大家期待 他出我便會買 我反而期待是這個 狸貓的暗黑將軍 是啊 這個東西正到爆一聲 等他出 因為他 他只是掌動裝動的油 沒錯 反正Gaze這套 他出的全部都很漂亮 每一隻都很漂亮 真的回來了 上次我放了 放了的原因 因為我知道他會出這一隻 老實說我一直都趁向Final Form 所以這次由製作人 和BOSS變身的版本 Gaze我就真的避無可避 雖然他用了這個IR白色 這個將來黃眼 但是造型先決的情況之下 我就沒有得走了 但是他這個IR白色 雖然也是IR 但是他是噴油的 是 全上色 估不到這隻是充滿著誠意的 這個真的非常難得 補充一句 天意卡 我來到那時已經沒有了 我已經去信 Pman Bandar 那裡 拘捕回來 很快會拘捕到 但怎樣也好 今晚也不算很多玩具爆 所以只好在未有這個卡 的情況之下 都拿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好 試試正正站在這裏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隻那時 港雲一開 因為我沒有看一套 港雲一開 我心裡這麼漂亮 整個配色 整個造型都很漂亮 然後我立刻上網 找回打的影片 打得很漂亮 我心想這套 因為我沒有看 CG這麼漂亮 打的CG很漂亮 變身又型 他的變身真是型 而且他的腰帶也很型 他的腰帶整條都是Digital一點點 再用手指毛利 這個Activate 演員又漂亮 GM本身又有型 變又有型 他變身姿勢很棒 整個變身整段片都有型 還要出招都很屈 浮遊炮 絕對防禦和絕對攻擊 很型 轉了一個圈給大家看 其實GISA和上次比基本上的外形 是一樣的 不過今次轉了這個金色和白色 所以變成在外觀上 其實已經有很大的分別和衝擊 所以亦是騙到我錢 每一次都付錢 當然 剛才說了 其實如果大家有追開GISA的話 非常活躍 始終有一句 這個皮道是用到爛的情況之下 亦有兩個變身 AR也算是 其中一個是尼拉姆 即是現在這個形態的變身 另外 你會看到換頭的情況之下 可以變成GISA SUI 即是 Final Boss 人間態的變身形態 所以這次變身 算是很發心的 是 確實 你會看到 就著頭盔的造型 其實只是加了一些 紅色的 我叫 列文 甚麼都好 其實感覺已經很出 起碼不用擁有那麼多一款 喜歡你便買兩款 做完兩個形態 夠薑的話 當然 其實本身的配件 不算很多 除了變身卡之外 手形每一次都有10款 每次都有10款 我經歷過SABER一段時間後 看到這些手 我已經大滿足了 SABER一段時間 每個人都要擦手甲 裝手甲 這些全部上色 幾位漂亮 而且你會看到 隨便拔一個造型手出來 手很漂亮 你看這些手型 是 好 是 很仔細的 手指背甲上面每一層 都有造成外甲的上色 雖然是金色和白色 不算很複雜 但你見到分色和上色 都很仔細 這隻見到比較多人吐槽 一開始就說金色和皮套有多少出入 事實 是事實 但我實際上看 我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因為本身皮套是比較暗的金色 沒有那麼橙的 暗的金色 但我覺得實際上我都可以的 是 當然 主要當然是瓦拉的主體 因為其實你見 GISA 某程度上 它的攻擊和防禦 都是靠 肩膀、胸口、膝頭、膝蓋 這些工具 所以相對 其實它也不算有很多 配件 所以 你買這盒東西回來 其實沒甚麼可以炒 坦白說 不是一些很主角系的角色 通常你其實 去到最最後那天都能訂到的 這個也是最最後那天都能訂到的 其實GISA的 基本上它出雲霍那段時間 你全部都不是妙的 全部都不是妙的 它整套東西 差不多每一隻都不是妙的 你可以想到它臨出那一天的 但我手戰 其實我玩SHF 早前那些全部都每一隻都蝕當媽媽 我500元訂的 300元在街上買到 我全部都不訂 然後這套東西 我想出貨之後訂 現在全部都很硬正的價格 它連那些Buffer也超貴 我不明白 Buffer也有6塊錢 我現在想買 我又不捨得買 我本來想等它跌 但難道紫色每一隻都炒那些是真的 誰經常這樣說 Toy Speed必有 留意一下 好,回來了 可動又如何呢 其實某程度上 它的造型 我覺得都不是很蒙面超人下 所以我這麼喜歡 看到一般頸的可動 由頭頸、頸、胸、胸 大家都耳熟能長 雖然這個我叫有個護頸 但對於它的可動 也不是有什麼很大的妨礙 當然 看見手臂和肩膊的護甲 用來套在別人的頭上 洗腦那些 工具 它這個其實也有一個 蝴蝶關節 在這裏 變成把它拉下來之後 在這裏 撮高的肩膊 頂就頂硬了 但起碼都接近這個90度 很明顯的側近這裏有一個 橫切 不過想提提大家 因為始終這些白色 珍珠白 亦都是全部有上色的話 變成了 小心會頂到其他位而刮花 這個玩的時候大家留意一下 手臂內側的帶 現在是轉軟膠 但其實有一個問題 它現在 金屬藍色的軟膠 我怕時間長了會有機會退 一來會退以來 我反而覺得 有機會出油 會黏住其他件 因為之前其他都是黑色的 所以這隻是有點害怕的 其一這個位 還有它的腰帶也是 腰帶其實 不過預料了 你沒理由 拆腰帶分開擺 你真是有愛的 我恭喜你 否則 其實你預料了有一天 黏實之餘 顏色會掉下去 這是必然會預見的事 除非 你的工具全部搬去北歐居住 另當別論 後話 當然 可動來說 它都是over 這個90度 這個我不多說 因為大家玩慣耳熟能場的SHF的關節 大致上都是那些和那些 向後咬當然沒問題 因為本身它根本背部都不會有甚麼 裝甲上妨礙 向前 SORRY 因為它有一個很明顯的腹肌 對我來說是一個優點 是造型來說 但是 可動來說 你都很難 不避免會說頂住 變成向前咬 去到那麼多就沒辦法了 這個設計算是近年的拉打通病 大部分都有腹肌甲 全部向前是少過向後 視覺效果我覺得是好 是漂亮了 但變成玩具就麻煩 皮套有軟性 可以照折 另外一個相對被人扣病的地方 就是腰帶 是 坊間也有很多補強的貼紙 大家其實 有愛的不妨都可以參考一下 貼上另外一張更加漂亮的貼紙 整件事我覺得會舒服很多 腰左右就很簡單 反而最重要是它的上色 其實我這隻是很工整 是挺漂亮的 QC是不錯的 有人拿東西是不工整的嗎 是呀 這些位置歪 本身噴有一點點 某程度上是挺難避免的 其實它移印的對位是很困難 甚至全對稱 其實容易會出現問題 所以變成 捉均好運 因為始終多了一句 貨出來 始終有 一定會有些參差 你的運數是怎樣 捉均好運 膝頭哥這次 其實我反而想說 不是說它的可動性 是想說它這次 連膝頭哥這些位置 都真的有雕刻和上色 相對是比較少的 當然了 始終就着GISA的 特色設計 它是可以甩出來的 所以變了這次也是一個優點 令到膝頭哥可以做補完 整件事就漂亮很多了 但它甩出來的時候 裝備是 但是它有條筍就露了出來 始終有一點穿崩 這個是它插在膝頭哥上用的裝備 你拿來玩的時候就會少少穿崩 但是 過癮的 起碼都叫做平時 玩SHF沒有的東西它就有了 Anyway 我是戴的 其他那些可動都耳熟能長 所以 介紹GISA就很簡單 其實看來GISA沒有什麼配件 主要是因為它的配件已經撞上身了 因為它可以玩兩個模式 另一個模式就是把所有工具都飛出來的裝備 是 還有我覺得它的造型 我覺得像 警察系 卡邦 謝邦 金屬英雄的風格 是 是 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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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密切留意一下 這個 接下來的 東映的 算作是OVA系列 也會有GISA自己一張 由運的方面來 算作是視角 為何會變成蒙面超人Color呢 生活以待 轉一個圈 這支現在出去追 都可以的 我記得它訂是500多元 現在出去追 仍然是5個水追到的 是 沒有什麼特別 加加減減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其他炒 很奇怪 其他炒 很難追 這設計很漂亮 純粹說 玩具你喜歡的就去吧 這個角色我個人是有愛的 所以變了 避無可避 大家喜歡GISA 我個人來說 覺得它出得不錯 是絕對值得收藏的 稍後見 好 幾點 11.1 今天很棒